例如昨天有个蓝筹 也跌得挺厉害的 下来就是优邦 曾经跌了5%創52%就很低 收市跌了少少 也跌了超过3% 但是看到成交急增 是的 优邦今个礼拜五 其实会公布这个季节 那怎么看 1299现在这样 有原因大家最主要是担心些什么呢? 其实你说找优邦那个 我都找了一段时间 都不是 很觉着有什么特别消息的 真是它自己担了下来 那我 坦白说你问我 现在就真的是纯体图去操作 之前我们经常说 有些叫做防守位 84、83的位置 都已经穿了 所以变了我觉得 和上面可能已经累积了一堆蟹货 所以你说 周五是业绩的 那有没有机会 博客反弹炒上去呢? 大家那个叫做 那个目标 或者希望升的幅度 不要太过深红 可能被你弹到86 或者88 可能那些位置已经是回头了 所以可能只有几元波幅 而且如果你说 现在入场博反弹 最重要 你知道要穿位就要走 就是你说 用昨天的低位 81.2去做一个指线 因为如果你想想 反过来 你连81.2都穿了的话 就是说 昨天所有人买的货 都是蟹了的了 那么大成交 那你要怎么可以充得上去呢?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支持水平 我们的硬uru 接下来 那么你都应该不耐用 那就是我们的信息 看下来 那我们下词 我就